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斯学院 上点课呢 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运算符中的逻辑运算符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看一下剩下的两个运算符 一个是我们的执行运算符 一个是错误意志符 那首先先看第一个 执行运算符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反引号的形式来实现 那PeerP呢 将尝试将反引号中的内容 作为我们的外壳命令 来执行 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执行运算符 也可以通过这种函数的形式来实现 通过Shell EXEC 它们两个的作用是一样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想得到这个本地的IP 可以写个IP Configure 你会看到 跟我们的IP配置相关的一些信息 这是我们在命令行下 通过输入的命令得到的效果 那现在呢我们想通过程序 也可以实现这种效果 来看一下 执行运算符的例子 首先这个反引号呢 不是单引号 是EXC下面的这个符号 接着呢我们来看 反引号一对 也输入IP Configure 得到的结果和你刚才在 命令行下看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执行运算符的例子 第六个 好 你看到和刚才在命令行中实现的效果一模一样 我们打开可以对照着来看一下 像IP地址 像IP地址 192.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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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 这样的一个效果 同样的我们可以通过Shell EXEC 实现这样的效果 来一个水平分割线 接着呢 I call一个Shell EXEC 它和直行资算符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 IP Configure 好 你看到他们两个实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功能 这是我们的直行资算符 那接下来再看下一个运算符 我们的错误意识符 那错误意识符呢 可以通过一个at来实现 但是注意啊 我们的错误意识符要把这个at 加在任何会产生错误的表达式之前 首先我们刚才看到过 设置变量类型的时候 set type 假如说写一个变量 写一个不存在的类型 这是我们之前见过的 那这时候呢 就会报这样一个警告 来运行一下 看到一个warning 非法的类型被传入了 那现在不想这个警告输出出来 我们就可以通过错误意识符 来屏蔽这个错误 要把它加造 我们的表达式之前才可以 加一个at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这个错误就已经被屏蔽了 就显示不出来了 这是这个错误意识符 同样的我们再来写一个 意识符 再写上一个 echo一个三除二 三除零 这时候如果你直接写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警告 零是不可以当作我们的 除数的 看到warning division by zero 产生了这样一个警告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不想看到警告呢 你直接把它加到这儿 你看到 加在任何会产生错误的表达式之前 把它加到这儿的时候 首先你是加到三这一块了 那现在这个产生的警告 是三除以零产生的警告 所以说应该拿括号 把它们括起来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时候你看到的就没有了 就看不到这个警告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我们的错误意识符 如何来使用 那接着你看到 常用的运算符 我们已经写完了 按照功能来分类 这样几大类 我们已经带着大家 一一来看了一下 那接着还有一点来看 如果说按照运算符的数目呢 我们这个运算符 可以分为一元 二元和三元运算符 那其实一元呢 像我们的这种取反碳号 一个运算符 包括像二元经常使用到的 写成一个加减乘除 这都属于我们的二元运算符 而唯一没有接触到的呢 就是我们的三元运算符 那首先看一下 三元运算符的形式呢 有以下这两种 那第一种你看到 如果第一个表达式 为真的话 会执行问号之后的内容 那否则的话 会执行冒号之后的内容 这是我们三元运算符的第一种形式 好我们来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可能有的同学已经发现了 这个三元运算符 有点像我们的if else 对其实呢 它就属于我们的廉价的if else 首先我们这样写过 写成一个if 写成一个三 大于一为真嘛 如果为真的话 echo一个 true else echo一个false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你来看 这是通过if else的效果实现的 同样的通过三元运算符 我们也能实现 这是一个true 那想通过三元运算符 来实现这样的效果呢 用一行代码就可以帮你搞定 怎么写呢 就看这个表达式是否为真 你写上一个三 大于一为真嘛 如果为真的话 走问号之后的内容 应该出现一个true 那否则呢 应该走冒号之后的内容 一个false 那现在你再来输出一下这个结果 或者你把它付给一个变量 都可以 一行代码就解决到了你这个if else 那么多行实现的效果 同样的也为true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我们再来写一个 写成一个什么的 写成一个 dollars if dollarsusername 等于等于king的话 i call一个 say hi to king 这样的形式 else i call一个 say hi to others 那首先来看一下 dollarsusername 出现一个 出现一个say hi to others 这样的一个形式 同样的也行 你可以直接i call它 也可以把这个结果 付给一个变量 那这时候呢 我们i call一个 dollarsusername es效果是一样的 一个等量代换的过程 你看到say hi to king的一个效果 那这是我们通过if else实现的效果 那下面呢是我们通过 三云运算符的形式 实现的效果 同样的我们再来写最后一个 你还可以这样来写 可以来进行复制 也可以 写成一个 dollarsustest 等于等于 force的话 如果它为真的话 我们写成一个1 否则呢是一个0 写成一个0 否则是1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把这个结果呢 付给dollarsus 首先看到没有test的这个变量 那它为no 接着两个等号 只比较值是否相同 no等于等于force为真 那为真的话 走问号之后的内容 结果是一个0 那现在呢 你看到i call一下 dollarsusus 会出现一个0的效果 好 没问题 这是三元因算符 那其实呢 我们的三元因算符呢 也支持嵌套的一个形式 但是呢 尽量的不要去嵌套 等以后我们学完这种 if语句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if的嵌套来实现 好 接着再看一下 三元因算符的第二种形式 就是可以省略掉 问号之后的内容 当第一个表达是为真的话 直接返回的就是第一个表达式 那否则呢 就返回第三个表达式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我们来实验一下 第二种的三元因算符的形式 写成一个 1等于等于处 为真嘛 如果为真的话 我们干嘛 else写成一个false 好 接着呢 我把它付给一个ies 这时候我们来挖dump一下ies 来看一下结果 你看到布尔的处 那这时候是把谁给了这个ies 是把第一个表达式的运行结果 给了第一个表达式 给了这个ies 那否则呢 看我们来一个假的 来一个 this is false 写成一个1 全等于处的话 这是为假的 因为三个等号 要比较值和类型都要相同 那现在你看 如果它为假的话 应该走冒号之后的内容 那这时候应该是 this is false 这样的一个形式 你可以省略掉第二个表达式 也就是问号之后的内容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这是我们的三元因算符 好 那这节课呢 简单的看到了我们这种 执行算符 包括错误一致符 又学到了我们这种 三元因算符的形式 相当于廉价的if else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种三元因算符的形式 看一下 因为呢 它可以简化你if else的一个形式 以后呢 我们也会用到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讯助